第497集 要知道 这修罗神国几次将林明逼到将死之境 换位思考 司徒浩天自己处在林明的位置 也不会善罢甘休 哎 这搞什么呀 修罗神国怎么还不派出下一个对手啊 自从林明战胜红衣童子后 足足一刻中时间 修罗神国的神行周 没有半点动静 根本就无人出战 派派派 派你个头啊 刚才那红毛孩子是修罗神国的国士 国士都死了 两周就让林兰剑干掉了 连出场前的打嘴炮都算上 都没撑过午西的时间 那小子根本就是怪物 谁上去谁死啊 还打个卵毛啊 我看修罗神国的命运高手都已经怕了 过会儿啊 就该滚回家去睡觉了 说话的 是一个大野神国的皇子 这严天赋一般 满嘴的脾气 不过仗着大野神国的背景 他也不怕言辞得罪修罗神国 哎呀 有可能啊 要不然怎么拖延一刻中的时间呢 要知道 这时间拖得越久 对林兰剑就越有利啊 再这么下去 林兰剑都要恢复到巅峰状态了 不懂他妈的就别唧唧歪歪的 什么时间拖得越久 对林兰剑就越有利啊 你眼睛瞎了 瘸了 你难道没发现呢 哎哎 瞪大你那狗眼看看 林兰剑战了21场了 都没什么消耗 反而积累起杀气力场 现在上街死更快 有一个死一个 有俩死一双 能在场观战的舞者 大多都是各路好景 就算有修为低的 也都是大宗门的年轻一代 眼力自然非比一般 就拿刚才那个满嘴脾气的 大野国皇子来说吧 他叫欧野天一 人送绰号叫银枪小霸王 看都有这件事 你想啊 一个不到30岁的年轻人 刚刚破一重命运 战斗修罗神国所有命运 舞者无人敢战 这何等魄力啊 20多场车轮战 出场的舞者最差的 也是天命榜167 强的则是天命榜前50 被林明全部击杀 而且不但如此 林明根本就没什么消耗 反而把杀气叠加起来 直冲消汗 牵动天地大势 现在面对擂台上的林明 哪怕是无品宗门的民宿 也感到心惊胆战 头皮发麻呀 擂台上早就破烂不堪了 几十丈宽 十几里长的鸿沟 这还是因为有修罗神国的阵法加持 否则这山脏塌了 碎肉 鲜血 内脏碎片 撒了一地 甚至有些尸体 因为是粉身碎骨 以至于没有收走 整个擂台 弥漫着一股浓重的血腥味 可林明的枪身上 却滴血未沾 甚至连他的衣衫上都没有半点破损 一身白衣圣血 凌空傲立在擂台上 衣媚飘飘 长发飞扬 他脸上云淡风轻 丝毫没有因为这场关乎的生死的大战 有什么凝重担忧之色 清秀完美的容颜 风神如玉 跤踏山里之上的清风幽云 超凡脱俗 如同抵落人间的仙君 与天地浑然一体 空灵飘逸的林明 立在血肉模糊的修罗杀戮场上 如此鲜明的对比 让人有种极不真实的感觉 仿佛那一刻的杀戮 都与他无关一般 时间一点一点的流逝 很快小半个时辰过去了 修罗神国还是没有派人出战 下边的舞者都等得不耐烦了 搞什么 修罗神国认输得了 很多舞者忍不住这样想 修罗神国的底蕴当然强大 一口气派出二十多个杀戮傀儡 没有人敢瞧不起修罗神国的战力 然而奈何林明更强 嗯 时间差不多了 出战吧 司徒浩天对着司徒罗刹点头 哪怕担心司徒罗刹陨落 他也必须派他出战 毕竟司徒邀越的性命 比司徒罗刹金贵的多呀 小心 不能立敌 就退回来 留下性命 我能保下你 司徒浩天用真元传音 对司徒罗刹说道 陛下请放心 罗刹一定击败林兰剑 不负圣恩 听到司徒浩天说要保下的 司徒罗刹也是心中感激 不过他没想过退避 这一战他必须赢 等了足足小半个时辰 真是有趣的 司徒浩天在拖延时间 在翡翠楼船上 白族的雪峰仙子看到司徒罗刹出场 微笑道 这等于承认了他之前所做的一切 都是白白损失了 林兰剑藏得太深 让司徒浩天吃了个大亏呀 当一个个强大的对手都倒在面前的时候 就会在舞者的骨子里 明刻一种必胜的信念 这是一种无形的能量场 可以让舞者的战斗状态 更好地发挥出来 司徒浩天显然是怕了 造化老人笑道 司徒浩天还是这么小心啊 不过他用时间来破林兰剑的事 又有多少用处啊 一个强者的信念并非一两日组成 当然也不是小半个时辰就能破去的 司徒浩天所做的 最多是影响到林明今天积累的事 以至于以前他积累下来的事 那却不会被破的 万众瞩目下 司徒罗刹终于手持长枪飞出神行舟 落下了断山擂台 与林明遥遥对立 哟 司徒罗刹 司徒罗刹出手了 看到一身黑衣的司徒罗刹 缓缓飞上了一台 原本等得不耐烦的舞者们 顿时瞪大了眼睛 原本以为修罗神国会再派出一些 赶死队来消磨林明的实力 想不到直接派出了司徒罗刹啊 这是否意味着 修罗神国还有更强的隐藏的强者 没出手啊 嗨 哪有那么多隐藏强者啊 司徒罗刹十年前就天命榜前十五了 现在天命榜给出的估策排名是十二 究竟实力多少 无人知晓 传闻他已经逼近神海境了 这应该是修罗神国最强命运武者了 顶尖高手的对决总能让人热血沸腾 尤其是这场对决发生在神秘的天命榜顶尖高手司徒罗刹和林兰剑之间 司徒罗刹的实力未知 林明又何尝不是如此啊 明眼人都能看得出 在之前的战斗中 他一直未尽全力 许多意境啊 法则呀 和武技都没有施展 未知对未知 这才能让人充满期待 想知道他们的实力极限究竟是什么 哇啦 司徒罗刹背后 展开了一对黑色的羽翼 整个人悬浮在空中 武者拥有飞行宝翼不足为奇 当初尸鬼人也有一对 可司徒罗刹这一对不一样 他竟然并不像是炼制出来的宝器 而是本来就长在司徒罗刹身上 而是真真正正的血肉啊 如果没猜错的话 司徒罗刹定然身负一种血脉 甚至可能这是一种含有特殊能力的血脉之印 林兰剑 以我六重命运巅峰修为战你 纵然胜也胜之不 可我不会留守 这一战我会全力以赴杀掉你 司徒罗刹说话间 身体周围飞出数千都深红色的血影之印 而后让林明吃惊的一幕发生了 这些血影之印 全部都没入到了司徒罗刹的黑色羽翼之内 一枚血影之印 撇紧一片羽毛 使得整个黑色羽翼 轻刻间变得赤红如血 这种战斗方法 林明清晰了一口凉气 毫无疑问 这是司徒罗刹根据大慌解决 改进的招式功法 他和林明一样 走上了自创武学的武道宗师之路 别人的功法再好 究竟是别人的 未必适合自己 就比如司徒罗刹吧 将自己的血脉特性 与大慌解决结合 绝对能发挥出更强的战斗力 不愧是天命王排名顶尖的天之骄子 虽然林明如今的天赋 已经远远超出了天眼大陆的水准 可他依旧不会小瞧天眼大陆的强者们 他们都是从数十亿上百亿的生灵中 脱颖而出的绝代人物 当 位于断山之上的青铜大钟被敲响了 悠扬的钟声响彻中间世界 战斗正式开始 司徒罗刹出手了 没有任何犹豫 长枪斜指 司徒罗刹画成一道黑色光束就冲过来 他的速度快的超出想象 漫天的枪影 交织成灿烂的一片 让人目不暇接 别速度 林明嘴角泛起个弧度 他最不怕就是比速度 确切的说吧 比什么他都不怕 比力量 比耐力 比意志 他都能让对手吐血 没有开启金门 林明仅仅动用金棚破须身法 在空中拉出了一连串的虚影 手中红色长枪指点乾坤 与司徒罗刹漫天的枪影 交织在一起 如同惊涛拍案大浪逃杀 在断山擂台上 修罗神国布置的简易阵法 剧烈的震颤起来 四翼的枪器在断山之上切出一块块大石来 进而大石爆成粉末 形成滚滚沙流 四翼冲上 晴天 一红一黑 两色能量 就如同狂杀浪涛中方滚的蛟龙 倒卷而上 碧腻世界 好快啊 根本看不清啊 在场的年轻俊杰早就退到十里之外了 凭他们的眼力 十里的距离根本就不是问题 可却完全看不清林明和司徒罗刹的动作 这速度实在太快 莫说他们吧 就是各大宗门的民宿一样抓瞎 他们只能看到红黑风暴交织在一起 究竟在打什么根本辨别不清 好像是 势均力敌 一个无品宗门的民宿 不确定的说了一句 也许吧 这无品宗门的太上长老敷衍的附和道 他也算是天命榜高手啊 竟然连谁占上风都看不清 这实在是一件丢人无奈的事 砰 司徒罗刹双翼横染 血红色的羽翼如同红宝石雕刻而成 融入血隐之印后 风锐无匹 直接切碎了数道枪芒 一道幽幽的红光如同惊鸿一般划过虚空 六根血红色的羽翼悄然脱离了司徒罗刹的身体 绕到林明身后 对准林明的四肢后心与头颅指此而来 与此同时 司徒罗刹本人长枪一挺 指此林明丹田 哼 真是急速 林明眼眸中闪过一丝兴奋的光芒 如果不开启精门 单单以金棚破须身法 他的速度甚至隐隐不如司徒罗刹 这已经足够让林明吃惊了 司徒罗刹的特殊血脉 似乎就蕴含了急速的身法 轰 红色长枪横扫 在身前身后虚化出一轮满月 赤木的枪芒将司徒罗刹所有的攻击都涵盖其中 咔嚓 两人第一次正面撞击 肆虐的真元卷起了能量风暴 即便是阵法加持的断衫 也承受不住 彻底的崩裂开一道百里长的巨大裂缝 对林明和司徒罗刹来说 擂台就是个形式 他们真正交手的战场是天空 轰鲁鲁鲁 电闪雷鸣 空间震颤 林明身体以丹田为中心 迸发出药木的紫光 那是雷霆的光辉 暴躁的雷霆凝聚起来 在林明身上形成实质化的紫色鳞片 一片一片覆盖全身 其中大量的鳞片形成的雷霆电弧 都深深刺入了林明周身巧学之中 与林明身体中方滚的雷霆之力相连 生之力功法 雷霆战体 这是巴允雷黄的成名记之一 雷霆为生之力 以雷霆加持自身 改变肉体机能 激发出更加强大的力量 这是一种辅助武器 必须建立在对生之力法则 又透彻理解的基础上 否则不但激发不出生命潜力 反而会伤了内脏和经脉 当看到林明全身覆盖紫色鳞片的时候 在场大多数武者并没有看出异样来 而几个神海强者 尤其是神器一族的长老和族长士白 可看得目瞪口呆啊 真的是雷霆战体啊 这是当年巴允雷黄赖以行走天下的绝技 虽然有完整的传承欲解留在神器一族 可神器一族无人能修炼 雷霆战体据说是巴允雷黄从奇迹之海寻得的机缘 在一个无人能去的古仪技中获得的雷系功法 继巴允雷黄之后 神器一族倒也出过不少雷系舞者 其中还有人有雷系的支援力一场 然而他们参悟巴允雷黄留下的雷霆预解却收获了了 连一些终极武技都很难联会 更别说雷霆战体了 两个月前 誓白将巴允雷黄留下的完整雷系传承 交到林明手上 配合林明已有的雷霆一经预解 本意是想让林明尽快掌握一些基础的控雷之术 增强自身实力 可他没想到啊 林明却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巴允雷黄的两套最强功法 雷霆战体和审判之剑上 他原本担心这个林明好高骛远 可他做梦都没想到 林明竟然已经把雷霆战体给练成了 雷霆战体已成 那么审判之剑会不会也练成了呀 这可是神器一足 数万年的无人能练成的功法 林明用俩月就练成了 这是何等的天赋和悟性啊 誓白感觉到有点无法理解了 林明在雷系功法上的天赋 让他难以想象 一声爆响 一道紫金色的雷弧 窜到红色长枪墙日上 正是九天雷霆 迄今为止 林明的这一枚天接极品雷霆还没动过 在场可不乏雷系舞者 见到林明枪尖上的雷霆都是双眼放光啊 天接雷霆啊 而且是天接雷霆中的佼佼者 如此品级的雷霆 怕是只有雷系的神海强者才能拥有吧 林明脚踏虚空 瞬间出现在司徒罗刹面前 如此近的距离 施弹金蓬破须的鬼魅速度 让司徒罗刹根本就无法闪避 雷霆战体 配合天接极品雷霆的攻击追电 赤目的电光惊天动地 林明这一击引动天地大势 瞬间把司徒罗刹完全笼罩其中 跨过命运的门槛 林明以天接极品雷霆施展出追电 方圆十里的虚空完全成了一片雷之地狱啊 如汹涌的紫色波涛 如同呼啸的海潮淹没一切 在场舞者都变颜色了 这样的雷霆 简直就像是把八千里黑色沼子上空的雷霆给搬了下来 堪称是惊天动地啊 恐怕就算十几个无品宗门名宿 没入其中也得瞬间灰飞烟灭 面对铺天盖地的雷池 司徒罗刹大吼一声 浑身的羽毛和头发全都直立起来 就在这时 一声高亢的长啸之音 从他体内冲出 穿云烈石 激荡百里 司徒罗刹背后的红色双翼旋转起来 在他背后 浮现出一只体长数百丈的巨大黑鹰虚影 这只黑鹰长了四只巨大的爪子 他长笑一声冲天而起 展开了如同巨大刀锋一般的翅膀 扑入雷池之中 轰轰轰 紫光万丈 绚烂夺目 那雷声连成一片 虚空都被打穿了 很多舞者不得不撑起护体真元 来挡住这可怕的音波 然而依旧被震得双耳剧痛 甚至骨膜流血 那黑鹰虚影在姿色雷池中剧烈翻腾 最终在他灰飞烟面的一刻 硬生生破开了雷池 挡住了 好厉害呀 不愧是天命榜排名靠前的绝顶高手啊 司徒罗刹和林明交手的情景 太过震撼 动辄就开山裂地 能量辐射方圆数十里的范围 这个司徒罗刹 虽然姓司徒 其实绅士啊 与太古玄英一族有莫大的干系啊 这太古玄英又号称黑翼大棚 十万年前是了不得的荒谷凶兽啊 成年体太古玄英 可以轻易猎杀神海大能啊 而司徒罗刹完美的继承了 太古玄英一族的血脉啊 轻易猎杀神海大能 这怎么可能啊 在场舞者感到不可置信 神海强者代表了天眼大陆的力量巅峰 哪会被轻易猎杀呀 是真的 传说十万年前的天地法则与现在不同啊 后来这封天地变了 无法再孕育出那样的荒谷凶兽 现在所谓的圣兽 其实都是一些无知之人吹捧出来的而已 他们也许只是携带一丝荒谷凶兽的血脉罢了 天眼大陆中央区域有着众多传承时间超过数万年的古老家族 他们家族典籍中或多或少有一些描述十万年前天眼大陆的知言片语 而这些知言片语联合起来也能推测出不少东西了 眼下几个宗门民宿只是随意的议论 就透露出一些惊世的隐秘 感谢观看